Delta变种病毒快速清洗 越南南部胡志明市 周一开始进行严格宵禁 从4月以来越南确诊病例 已经超过7万3千人 台上8成在胡志明市工作生活 传统制造业受创最大 当地多数店家只能暂时停止营业 台商在越南投资制鞋业 纺织业 自行车等传统产业 今年还加入网通设备商 不过指标大厂保诚 配合越南政府政策 宣布旗下鞋厂停止营运到8月1号 纺织业者其他代工厂也传停工消息 西贡高科技园区由于关闭 波及南韩三星电子 日本电产美商英特尔 刚刚我们在开会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因为有的公司有的企业 它有的三分之一继续生产 有的三分之二 有的一小部分生产 可是它的产业链 就是供应链 有的停下来 停下来你做了也没有用 没有它的5G 没有它的配件 也搞不了成品 邻近国家同样不乐观 马来西亚染疫人数突破百万 当地又是被动原件生产聚落 厂商顶多维持60%产能运作 泰国也传出疫情大爆发 包括晶片等零组件的一个短缺 那再加上就是说 东南亚这边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 所以整体供应链运作的这个顺畅度 其实相对于以往来说 是比较有挑战的 那下半年的话我想厂商最重要的还是 最重要的目标还是确保出货 不会面对到中断 Delta病毒严重影响东南亚供应链 Transverse数据 今年全年手机生产量将从13.6亿只 下调到13.5亿只 东南亚地区疫情 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区块 下半年手机产量还将再减少 新唐人演的电视沈薇彤 台湾 台北报道